真是的 这两个人一大早的 真是吓死我了 这什么情况啊 这什么情况啊 哇靠 还是默不语铁粉 这是俩男神要PK了吗 别瞎说 我们无常大大只是转发 说期待合作 网组里每个男角色都很经典 被哪个我的习惯 还用想吗 必须是一帆难逐 这花小宁的生意也太一般了吧 两个老板都这么没见过世面吗 好迷啊 天哪 是这个世界疯了还是我疯了 谢无常 他居然转发我的微博 这搜索了什么 有关忘春的关键字吗 非常感谢您的期待 另外 诸位不要着急 排选才刚刚开启 最终角色人选 请等待官宣哦 一定是我今天早晨起床姿势不对 接着睡一会儿 叶鸦静 目前 望春的前期筹备工作已经完毕了 接下来最重要的任务 就是微博上其他角色的 这怎么回事啊 怎么把我要被望春送上日搜了 这下怎么办呀 昨天小宁刚发完海选微博 这谢无常他就转发了 他还说期待与我们合作 看来这位大神想过来配音啊 小宁跟谢无常很熟吗 哇 谢无常居然主动要来配音 我没听错吧 这条微博我早上也看到了 现在都成热搜了 果然啊 这花小宁就是夏小宁啊 你可以啊小宁 两个顶级大咖都被你搞定了 既然谢无常转了夏小宁的微博 那么证明他应该也是想来配剧的 不如就让夏小宁来负责对接好了 行吗 不行 夏小宁是我的个人助理 除了工作以外 既要对接默不语 又要准备海选 她的工作已经饱和了 既然饱和了 那么就不要让她做你助理了 专门对接配音演员不就行了 那也要看夏小宁个人的意愿 是这样的 我目前手上的这些工作 没有什么困难 我可以胜任 但是 我对谢无常不是很了解 我害怕如果我贸然进行对接 会弄巧成拙 所以 还是请其他人来进行跟进吧 好了 开会的时候 就不要讨论个人的工作安排了 好 散会吧 是 但你可在健康习近距离 你可会进行 你可不可以 对 人民带进行对 还要获得 他 我 早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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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点